投资账今天台股再创历史 新高最高点冲到了20397点 不过呢 今天的高低点增长非常大 相差有420点 但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00940 00939 00919的豆腐之段 什么时候会结束 对啊 我以前只是发明个台词说 要吃豆腐 吃投信 吃ETF的豆腐 结果现在每个人都用我的名词 你不相信你可以看我们今天关直播就5000多人 二几万人见证 那是我第一个发明 你不认识哲哲 你一定是股市材料 可是像我用我独家的资讯来告诉你 这豆腐之段什么时候结束 可能最乱下个礼拜就会好很多了 那到现在可能到这礼拜可能高峰 为什么 9400 940 你到底会做什么事 939又会做什么事 919又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ETF的故事 这些ETF的成分股 到底怎么样 还一档股票 还一档成分股 后天就要出现息了 这单股票投信今天居然大幅度买超 为什么 通通要看我们今天农药滑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26号 台股下跌65点 收在20126点 美股强劲反弹 暂时休息 主要是受到联准会有歌派 有鹰派的声浪影响 而台股今天则是以重电设备股为重心 推升大盘指数 再创历史新高 最高点来到了20397点 不过呢受到卖单的调节 指数在创高之后拉回 高低点相差了420点 一度是跌破2万大关 不过在尾盘拉抬之下 指数中场是占回2万点 收在20126点 后续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粉丝人数最多 一样讲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泽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诶 郭泽荣 大家好 因为我刚才看这点数 今天20397点 是的 没错吧 最高点这个 再创历史新高 可是大家不开心 开心啊 没有大部分人不开心 大部分人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 因为很多人没吃到豆腐 是 很多人不开心 很多人觉得不开心 我是替他们感到不开心 只是还好 可是这个豆腐之段什么时候结束 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一天不动不自乱 什么时候结束 对 至少不能乱 至少大家不会那么烦 不能跟大家讲 好不好 好 那虽然呢指数今天是再创历史新高 但是是如投资长所说的 真的会不断的突破再突破 那像我们的股票呢 星云今天也是再创历史新高咯 我们已经获利46%了 还有见准今天也是上涨接近半根停板 以及呢有小鸿海之称的华汉 哇今天盘中也有快3%的涨幅 不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投资长呢 帮我们大家做了一个 00940 ETF的十大成分股的表格 那个表格真的很厉害 因为第一名的神机 果然是今天最强最厉害的 今天翻红咯 还有呢像其他的成分股 像是星象啊 联发科今天也翻红 那对嘛 不过呢还有呢在尾盘有发现汉塘 裙光 星浦 长荣等 尾盘都有拉上来 这是不是呢投信有偷偷的在进场呢 所以等一下想请教一下 也该买了啦 也该买了啦 也该买了 其实该买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众说纷纭嘛 那我觉得 基本上他还是会买啦 不论到时候外资会不会卖 其实就算他卖 基本上他会买一些嘛 比如说买2万张外资要买1万张 他也会买一些 那我来看大家讲 就是大盘 再讲00940这个东西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最高 今天要20397 闪悟不开心 可是热度有了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也不要泡泡泡沫 因为真的是疯狂泡沫的时候 那代表还会涨 会涨破2万1 2万2 甚至可能2万3 到2万3、2万4 EPS跟不上去的时候 你再考虑泡沫 可是那时候你可能已经 财富自由了 你财富自由要跟上我们脚步啦 是啊 因为这样子我想要帮助你 所以我才说5月4、11、12 对不对 我办演讲讲座 那时候只要身体没有大碍的话 行情没有太夸张的话 基本上我都会举办 你把私情记起来 母亲解答两天 Coco也会在 会 Coco也会在 我们现在有没有 那个 行事替可以送 没有吧 行事替 我来清典一下 所剩不多 所剩不多 那应该送那名意思啊 那我们到时候有书嘛 新书发表会好不好 好 新书发表会 新书发表会可能会送一些啦 可能会送一些啦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 支持我去买一下啦 好不好 因为那是面子问题 只是好不容易出书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台湾股市今天 20397 我们看这个行情乐不乐 我们来密一下 看赏户好不好 那今天 今天投信 照理说投信应该买啦 当然有没有可能要只有两天 然后才大买呢 也有可能 那首先他要找到人丢货给他 我想00940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直播人数 我认为今天应该一开始昨天就5000多嘛 昨天说5000 今天一开始应该2800以上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我好准喔 好准喔 你有没有结果盘感厉害 我们刚才是这样子晚上拉的喔 我刚才是晚上拉的喔 你在看一次喔 我刚才真的拉的喔 你这画面刚才都看到吗 我很厉害吧 我刚才是在晚上拉 所以空白了 没错吧 你都可以作证喔 2800现在2900喔 刚才是2800 我说至少2800以上 我刚才2800先比2900 这就是盘感好不好 所以我要说说 这个00940 豆腐之断 我直接给你结论好不好 我认为最慢 下礼拜也好会乱 因为有些人会不计代价 因为太憨人 很多人不计代价 像昨天00941 我们福利社讲的 你傻了喔 你买净值那么高要干嘛 所以我们抱抱抱会告诉你 那个第一天的时候 你要怎么买 00940 本周六要告诉你 就是你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上市后你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所以到时候 这个豆腐之断 到下礼拜一的时候 大概这三天开始 就会乱到高峰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讨论 到底这个1710 他什么时候买 很多人讨论 到底是17001什么时候买 那这个买再怎么买 奇怪17001剩三天怎么买 那我是不是外资丢 是不是 那当然我也说过 我昨天也说过 我说太多意测 对00940也不公平 但是我就不多说了 只是说 我习惯就是 用力的买 一起 把它禁止自己拉高 不是很好吗 不用怕要搬什么 919抬轿 或者说背我们吃豆腐 我也不在乎 因为中产期如果台湾股市 32002 我势必会赚钱 听得懂吗 我不是在乎我自己 只能每次一进场都先赔钱 所以至少有好处 那是不是那时候每债我是先赔个 先赔多少 先赔多少 三四百 然后台湾50 他先赔个 先赔个五六百 又赚个五百 又赔个六七百 之后赚到一千多万走掉 来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 你看 这样这个群艺 我先买919 也不要被群艺吃豆腐啦 其实这个行情要散去就是会散去 但是筹码是真的有点乱 因为现在太热了 你看今天直播的动作是3000人 你看3000人了 你看 太热了 可是我跟讲热是好处 如果你们是热是某一档股票 你知道ETF热成这样 你就会这样 你看今天00939有人说 有人卖的时候 卖什么 487 那个一定都是任性的大户 之前有人说是凯基的大户 在买卖长龙的时候 卖487 所以代表现在很多大户 很多大户怎么样 在玩 就是在玩 年ETF也在玩 你懂吗 不只是产物权利 那真的是好 因为你去买ETF的时候怎么样 这过程中 股票会一起拉抬 只是现在很多人 把ETF当中股票来玩了 就有点乱了 你看卖 Nope 00939 这个是分十嘛 对不对 有时候你看1591张 有可能卖487张 可能这边十张 有人卖多少 卖几百张 卖200张 也有 487张 懂不懂意思 有 成交 占数 有人卖487张 新闻出来啦 有 罵大家是四斐七 也可能调凯志祺一样 或者是是霸气 或者是我霸气 是不是 可是记得一件事 阳明那时候出来四八七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六几块 然后杀下去了 真的挺损的 又从六几块超到两百多块 所以这一波行情的确很热 AI的确很热 我跟大家讲AI怎么运用 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 今天看我给你凌晨一点 我发讯息给你吗 发讯息给大家 我想知道Suno是不是 它有一个软体 你有没有看 有有有 那叫什么 Suno吗 刚刚讲了 我不会念英文啦 好好好 我忘记全名叫Suno 反正他就是说 你知道吗 这中国人 像中国人发明的 哈密亚他会 他会给你一个什么风格 然后音乐 听起来很芭蕾 不输周杰仁的一些歌 虽然这样讲周杰仁姐姐粉会很生气 周杰仁有些歌是非常很好听 有些歌就是 一点点芭蕾 我这样讲你会生气 可是就是因为芭蕾歌才好听 所以我要告诉你那些Suno 有些告诉你什么风格 然后我叙述怎么样 像很多人 像我就跟我们设计人员讲 像其实很多风格都可以 你看PTT有些 就贴一些画面 就告诉你叙述我要怎么样环境 比如说 我现在被豆腐压死了 然后就训练出来 嗯 这个训练出来 你不要心 我现在临时考一下 是要你叫那个Lucy 马上做一个 那个散户大军被豆腐 豆腐压垮 下面是散户 上面是豆腐 好不好 然后上面写940 或者后置写940 939 等我10分钟 你叫Lucy 5分钟给我生出来 哇 上面是豆腐 下面是散户 然后被压垮了 好不好 压在公园里面 要睡公园了 好不好 豆腐大军 很大的一块豆腐 然后压着很多 重多的散户 散户大妈们什么都有 好不好 很快就有啦 那我问你这个东西 你会不会愿意 但是我愿意花钱嘛 我们某种可能 除了设计美别人员 我也要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真正你懂AI的人 嗯 那我愿意付出钱 我愿意付出钱 不就有营收了 那时候网络帕莫 你去搞一件事 那时候网络帕莫有YouTube吗 没有 有3G吗 那时候只有2G而已啊 连3G都不算啦 嗯 你听不懂吗 对 那时候我还记得 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 3G上YouTube 你看直播都卡卡的 所以你要真的 真的怎么样 技术啊 程式要真的跟上去 那你想想看啊 像很多AI 我如果想要听音乐 我想听自己的音乐啊 我想创作音乐啊 有些人想要把妹啊 我订阅这个 音乐这个平台 创作这个平台 这个程式 因为我愿意花钱 我觉得好玩啊 因为好玩啊 嗯 所以这会有营收 这会有营收就有EPS 所以台积电 我觉得这个不算真正的宝货 你听懂吗 嗯 除非这应用层级很小 可是这已经到一拐点了 所以你们要先了解真正的逻辑 所以我是全团团第一个 讲嘛 AI攒一整年的 对 是不是 是 AI股攒一整年的 好不好 你看今天投信买57亿 外资买 卖54亿 又是 又是外资丢投信买嘛 我希望这个没关系 我不希望到时候是那些十大成分股 好不好 因为这个明明可以拉高净值 我觉得很可惜 你听懂吗 很多人说逢低阶比较好 我并不认为逢低阶比较好 明明可以拉高净值 你听懂吗 那当然好处就是说 现在0940净值是在10元以下 等于破发了 可是好处是他的本还没丢下去 他最后两天好戏登场 所以这边豆腐之乱 豆腐之高潮 就在接下来开始一周 后面几天 会一个史上最大量 投信最大买超 那破几乎 我记得那时候要买300多亿是不是 还得买多亿 最大买超是要不要记一下 上离拜二离拜三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这三天 又会破历史最大买超 你懂吗 那破这个历史最大买超的过程都怎么样 大家就会兴奋又高潮 这我跟大家讲好不好 那等一下赶快看一下三点以后 投信有没有买超 我认为你今天开始有买了 今天一下子3,800 咱们看一下 我不去说是豆腐渣军团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现在都哭泣了 有人说940过意不烂 919吃豆腐 你看919跌多长 连跌喔 有人说 泽泽是不是你买了 那麽好让人家上车还是巴尼你买了 这叫M头 拜托 那个ETF看技术线型真的大可不必 这是 DU CK 大可鸭子 大可不必 好 这开玩笑 真的不要看技术线图啦 这不要看M头 那真的是00919吃不到009400豆腐 故意不让他吃 这就让我想到一个豆腐诗 诶 那个 我们刚才讲到黄豆可以做成豆腐 是 这个叫什麽诗送给大家 主豆燃豆鸡 豆在辅中气 本是同根深 相间合太极 这个潮池跟潮丕 的七言诗的故事 就是跟他讲 我们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 你ETF 你想把另外一个人拉下去 除非你的成分股 除非你追踪的台湾价值指数 你追踪这些相关指数 给你追踪的这些规定 是完全不同的 你们就是看ROE比较好的嘛 所以一定会有 所以今晚会有讲的嘛 有可能考虑你们这些 相似度重叠度够多的股票 可能要讨论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是一样 你每个人都残隆 每个人都有残隆 每个人都有成绩怎么办 这是要跟大家讲这些逻辑 那这边折粉逻辑 明天90年会进场补货 我认为今天就补货了 那再一份人对吧 对不起 哎呦 你们想我吗 想我 来 神机 我觉得他唯一里面 他买最大力的 为什么 第一名啊 我认为他神机可能 昨天今天就开始买 要说今天明天就有你买 因为后天要什么 出前席 因为现在评准经 今晚会看得严嘛 你评准经要一些解释吧 因为评准经有人这样讲的 我也在认为 我说你这样是左手换右手 而且是新的人的钱 只见新人效吗 不是啊 可是问题是你是新的人钱去堆积的 有人觉得是不是盘是骗局 我讲是整个ETF的 平准经的问题 不单独针对一个单一的ETF 所以这平准经有这个大家有争议的过程中 那我要发股力要怎么样 我平时已经可以做 可是我不可能发太明显 被主管机关盯上 所以这些ETF经经的怎么办 我势必我要从我的股力 跟我的股票价差里面赚钱 才有钱分股力给你嘛 而且我号称我是高股息 所以我高股息里面 我第一个我现在率先 十大成分股里面率先可以拿股力的是谁 神机 神机 所以基本上他也不得不买 虽然他可能不想被吃豆腐了 这有跟大家讲 所以没什么明天进场的几率高 只是怎么进场 或用力拉的进场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 我们今天也是来给大家一件事情 来 喊口号 赶快喊口号好不好 这个喊口号 一样我们上次的什么 救救股市 919嘛 哲哲救救 哲哲救救股市就是你 欸 好不好 加940 哲哲救救股市就是你 好不好 因为你看现在是创地已经高了 我当初是说一直在创地已经高 有 因为现在还在混沌 因为现在很多新朋友进来 新的泥股 新的和善 大家把ETF当作股票 他会筹码会乱 你知道现在ETF经纪人也很乱 我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很烦 因为规模这样 时减时增增加很多 筹码乱 然后又不高兴 大家又减规模了 你听懂吗 所以这个会变成筹码乱 这筹码乱的过程中 你要融合 你要融合 就像一个新的公司一样 你如果跟一个新公司合并的话 你要有7月5日的融合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说 你底下留言 好不好 好 加940 救救股市就是哲哲宁 好不好 来 来 一直逢低满很开心 当然我跟你讲 我 我 919我不打算再加码 因为我想办美债 因为说老实话 我心情的确受影响 我想专心做 做什么 帮你们做股票 好不好 好不好 加940 你可以控格 整个救救股市就是你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不好 就是你 台股吃豆腐就是你 看赵子彤怎么教训 原大 我人为言轻 虽然我是全台湾最红的折粉 我这一次看起来吃不到豆腐 所以我只能怎么样 以时间换取空间 你懂吗 懂 就像以前怎么 那个抗日 抗日战争 要以时间换取空间 这样空间没了嘛 我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的 好不好 好 这股市救死你 你在讲这个死 小悠把你封锁 我给你讲 小悠注意哦 这是哲本第二个 对对对 影片不见了 对 来 来 改天跟你们讲 哲哲加940哲就是股市不是您 尾串注农世界 我跟讲 尾串越 我跟讲 通常烧火是越烧越万 这一次 这个注农世界 也代表一件事 大家人心恐慌 通常注农世界反而越烧越万 很多烧一烧 又反而怎么样 很多说开玩笑说可以去库存 然后 然后可以什么 可以就是有保险 可以把库存给删掉 没有 这是网友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个变得太阴谋论了 怎样有每天这么阴谋论 可是就烧这东西来讲 这还好 听说昨天焦大清大都闻到了 是跟大家讲 或者是烧成渣 烧成豆腐渣 尾串 注农 尾串这个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这个呢 你看赶紧洗版画面 赶紧洗版画面 完蛋了 919 大家今天不够嗨 你们不要因为今天股市 今天股市有没有穿新高 有 有啦 2万1以后他会说回来吗 你知道吗 高点发力贴股 头信压力很大 对啊 他们当然压力很大 又不想变成要吃豆腐 对啊 可是他又觉得说 那像外资买 像头信买 外资丢怎么办 不要说误我啦 一定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你懂吗 你听懂吗 所以我 我昨天或这几天 我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希望 反而是变成 你不让我吃豆腐 变成外资吃你豆腐 我觉得也不好 你听懂吗 我是会跟大家讲 那我第一眼睛说 919不常常加码 好 你想买 我认为你买一次就好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网路上已经讨论说 919他为了他儿子 他要吃这些豆腐 我说你干得好 因为基本上买的比我低的 成 赢的基督很高 对不对 我那时候买美债 除了第一笔低点以外 后来都在怎么样 都赢 都在最低点 想加吗 美债 美债随时都可以加 把钱 你去讲一件事 我昨天还要讲 好像 凯基的好像是 营运 不是凯基 那个永丰的 不知道哪一位高层 他要讲说 说其实 现在太多人去叫你解定存了 就是我带动的嘛 是啊 可是我解定存 我不像你解定存去买股票 解定存买ETF ETF跟定存的风险还是不一样 嗯 可是定存跟美债的风险 一样低 甚至美债更低 嗯 这不一样东西 好不好 你们要这个理清楚观念 那你要把定存变成解ETF OK 可是很少人像我这样讲 风险不一样 ETF的风险越高 今天你看 这几天你看 我的ETF怎么样 赔了 就赔了 你看 赔了4% 你那1600万就赔了100多万啊 是不是 你能承受这个风险 你再去解定存 我都讲很清楚 这不一定要收会员 很多人很奇怪 觉得郭哲宏 为什么讲ETF 也可以收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诚心诚意 我知道很多业绩在看我的节目 有 其实现在很多人是 像我或者很多商务 吃不到豆腐他不高兴 嗯 吃不到90斤豆腐 吃不到919豆腐他不高兴 嗯 可是有一群人更不高兴 你知道谁吗 是谁 除了摩尔以外的其他分析师呢 哦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豆腐之版 现在那么好 你知道吗 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分析师 现在骂 骂吃豆腐的人 骂我们这些 骂这些其他分析师要吃豆腐的 你听懂吗 为什么 因为收不到会员 豆腐之版还有另外一种豆腐之版 大家都要称这个豆腐 称这个热度 可是因为很多 其他摩尔以外的分析师 他吃不到90斤豆腐 他也吃不到 这个豆腐是什么 是没有人看他们节目的豆腐 哦 你懂我意思吗 称不到这个热度 然后现在开始攻击 没称豆腐 攻击这些东西 其实ETF是对的 嗯 前提是你要放久一点 你不要把ETF当股票 你记得人记得是吗 ETF跟定存 那个天平又不同 不一样的 你听懂吗 因为听懂我的逻辑 当然可是叫我而言 我新的一个方向 台湾的方向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定存要省息 为什么要省息 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 放定存 越来越认同我讲的话 傻瓜才放定存 对啊 你放定存在干嘛 你每天被人要偷膜膨胀吃下去 我告诉你啦 台湾人以前都 去年就跟他说 哎呦 原油啊 鸡蛋啊 涨个价格 不是耶 电费是所有上架油全部涨 嗯 上面可以涨一次 你自己就涨一次 嗯 你可以变成Double耶 对啊 你原料要不要加 要不要加 我面粉 我要不要生产面粉过程中 我运送面粉 要不要给我加价 我运送费 原油啊 什么东西 我加 加一次 我电费要不要加 要 人事本账要不要加 要 人事本账要加 他可能觉得他自己 他租金生活不下去 老板你要不要给我加薪 嗯 所以这不是一层效应 这三层效应 四层效应啊 那个时候 都不 你都觉得钱变薄 你有疑 你就觉得感觉 你好像五千万一千万 嗯 所以这个更多钱激发你去怎么样 投资股市 对 有更多人觉得 翻定存是没有用的 的确没有用 对 这样这个社会 人不理财 财不理你 如果认同我观点 那你就可以把定存 拿去翻ETF 前提是你要知道 定存 ETF是有风险 而且你要翻怎么样 就要翻定存一样 不是活存啊 翻定存 就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好不好 对 这我妈要跟大家讲 赶快来今天洗版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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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已经生了三个了 三个 等一下 先进来 来 最后十秒钟今天不够多 赶快这样这样不高兴 洗 最后洗吧 好 哦 这个 这个 小丑就把他 就把他给封锁 记得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想要 今天会突破六千人吗 今天投信买 什么意思 买一百三十一卖七十二亿嘛 所以有可能他家已经开始进产了 要五千人吗 是不是 傻瓜 买储蓄型保险 不如买美债 相信我 相信我 你买保险 你其实你还 你还被人家抽了很多成 手续费 因为保险机构还养很多人嘛 虽然我知道很多 也是保险务员看我的节目 可是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保险务员 自己也去买美债了 好不好 赶快给我最后十秒钟 今天五千人 你们这样子 诶 站好哦 有天会破万哦 来 赶快给你最后十秒钟哦 赶快 感觉很热门的 哲哲救股市就是你 是的 好不好 投信买那么少 有的买了买不多 看起来真的最后三天 那最后三天就有戏可参了 因为到时候一定 他怎么做 大家很多人都那么满意 好不好 那我也不多说啦 好不好 好来 来晚的四千七百 你看恐怖恐怖 诶 今天太快了啦 怎么现在才几点而已 才录影时几分钟而已耶 对啊 哎呀 来来赶快赶快折粉 四千七百人哦 真的哦 有 好快哦 来 悠悠 最后十秒钟 二五千人 赶快赶快你赶快帮我们 留言让他知道说 全台湾最好的分析师就是哲哲 对的 好不好 这马上跟大家讲 好不好 马上马上来马上来 舅舅股市就是您 好不好 是 来来来 有人说他 资源赔钱 那你不想参加 就是就是 我们以后再有缘 好不好 啊你也不要故意来凑那闹 不相信哲哲 就是 就是拜拜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不要再闹了 这个一直要同样讯息来闹的 就是封锁你 拜拜 我没有办法让每个人 满意 可是我只能尽其在我的心 我能让你觉得说我是努力的分析师 好 OK 投信 广告课买一万千多张 资源真是适合吗 我一直说有了 要认真听我的节目好不好 OK吗 好看蛮多人在截这个图啦 门到 是不是940940好 所以代表很多折粉 又五千人单人不好 所以我说啦 幸好这折9954 我现在躲在厕所看你节目 爱你喔 好不好 中洞洞 9954 酒再酒 酒再酒有没有草汁头 有吧 还是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 没有是不是 来来 这折不错了 谢谢你喔 好 来买长龙买3500 卖2000 卖2000 长龙不一定准 你要看神机 因为长龙有太多头戏会买了 来那有没有 有没有支援那个 出来了来 来来 你看你看 你看我的 我看我助理是多优秀 3点你看 投信最大买超是3月19号的279亿 你看 他是很厉害 哇好快 然后你看喔 他投信买超你看2点56分全部都出来了 557亿 外资卖54亿 然后这个什么 是这个 吃饭产分股 你闻到 长龙今天怎么样 买 长龙今天投信买 然后投信卖 买超120 1000人卖22张 红色是买 绿色是卖超 你有没有看到 有 你有没有看到 联电买很多 可是 神机很明显的 谁在买 因为联电你不知道到底谁在买 可是你知道神机很明显的 应该什么 投信 是90 你听懂吗 因为联电很多人都有 投信很多人都有 你知道吗 群光也有在买 只是群光投信也有人在到 可是神机就比较少到 为什么 我说过了 我现在投信你倒要干嘛 什么时候要参加除全息 现在每一档股票都是 最有名的 最好 除了00510以外 每一档最有名都是 0056 00878 00919 00929 00940 939 哪一个不是高股ETF 高股ETF我还不参加除全息 被人家骂死啊 所以成绩就是会很参加 你听得懂吗 这样懂吗 懂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 他有一些买盘 940的最后买盘 好不好 只是说940买盘到底是怎么样 有没有外资 这样子 外资在卖 会不会把它压下来 这30.5神机我们来看一下 305神机 所以你看 你看 这个一份资料 2.56分刚公布 我的助理可以公布这么多分资料 投信最大买超市 13月19号买279亿 会超过 好不好 有没有到 这就是我助理的实力 对的 所以你要不要选最实在的分析师 这是我研究团队一个助理的 其中一个助理就那么厉害 然后你看 我们这个画面有没有到 939有没有到 这是AI是不是豆腐之类 是不是 我刚才说10分钟 对 你看每个人撑起 00939 00999 他们要续述 有些人倒了有没有到 哎呀 这画面不错 把这画的图改掉 因为这个以后 大家别人会做梗图 有没有到 哇 有人倒了 有些不起的 00939 还有00940 有没有 叙述 这不错吧 好厉害喔 这就是AI图嘛 你看我刚才是说10分钟 是 你看10分钟生了几个图 那几个呢 你看又有人这样子 有没有 哇 这个人不够多啦 你看也是这样子 豆腐 这是烂豆腐了 有没有豆腐渣 为什么00939 可以00940啊 这也是要撑起来 有没有到 这个比较有感觉啦 叫那个Lucy赶快把它改一下 这盘经典图 哇 撑起来00939 这0099把它改成那个 949就好了 0949就好了 好不好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AI 那好 我利用豆腐来告诉你 这个豆腐做怎么样 还是好吃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豆腐真的可以赚成钱 因为这个豆腐 你看随便一个AI 是不是 怎么样 随便个AI怎么样 都有一个可以有利可读 这些公司会去研发AI 因为真的会有人花钱 像我们某人就一定会花钱 那你喜欢听歌 你可以 听你那些歌 你自己创作歌 我觉得很简单 我不需要音乐 我不需要音乐的气质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音乐才能 我不需要周杰仁 绝对音感 你知道吗 他在弹那个Doremi 五六个剑 一起弹 他就知道哪些加哪些 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那时候好像 他是什么 什么好声音里面 湾峰还跟他比赛 我说我这几个键按下去 什么高音 兜 什么兜 什么兜 什么锐 什么键 他四五个键合起来 他用听就听出来 你不需要像周杰仁这样子 你就成为另外一个周杰仁 愿不愿意花钱 我愿意花钱 所以我从这一个图片告诉你 这个其实真的 这个就算是泡沫 也不会那么快 因为是真的有梦 有梦 是真的有梦 这样懂我意思吗 懂 所以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人数人到多少 那你要不要找最好的分析师 要不要 要嘛 要啊 是不是 我要按赞给10年一遇 也谢谢你 他说什么 5000多人啦 因为19 所以多少 50多人 那今天应该有 应该要突破新高了 那你在这个5000多人的过程中 你要不要找最好的分析师 要 不要再来找我 要找真的有替你们想 会吃豆腐的分析师 看一下5000几 来 我去4960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想清楚 4960跟按赞的数没有比较多 你要干什么 赶快什么时候之段就结束 我告诉你 我直接给你结论 下礼拜就结束 最乱的到可能到高峰就前一两天 因为会有人还是 因为我 我粉丝有二几万啦 二几万订阅人数你真的吗 可是问题是 还是有一些可能一两百万的赏户 不知道我节目啊 那不知道节目怎么办 他会溢价去追啦 所以绝对 我认为你礼拜一 你要先确定有没有溢价 再去买 好不好 这豆腐之段什么时候结束 我等一下想更清楚 还有我们今天股票拉起来了 我们都见诊 那时候你看啊 我要吃豆腐 我要吃双红豆腐 结果被人家吃掉了 结果现在豆腐是还我公道 所以豆腐最后还你公道 怎么看 从见准来告诉你 其实豆腐最后还你公道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豆腐之乱何时结束 是我们最想知道了 不过呢 投资长 我们有很多的标股 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呢 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这个标题是跟你讲 你现在看哪个财经节目 没讲到豆腐两个字 都有 都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绝对没有人可以拿出这个证据来 什么证据你知道吗 就全台湾第一个讲豆腐 第一个带动豆腐的 这很重要 为什么这很重要 如果你的分析师是可以带动风潮 你不追追他 就是谁 当然啊 你不一定要参加我会员 可是你可以追追我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豆腐 我们到截至今天为止 去年到现在 嗯 总共讲了36次豆腐 36次 你自己搜寻啊 搜寻我赖 叫我赖 好 哎 叫我赖先看不到了啦 那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骗人嘛 嗯 因为我赖里面有多少 赖有十几万嘛 有 我刚才直播人数多少 四千 快五千 五千多人啊 那你不可以回答一下 五千人感觉出大事 这就是为什么操作绩效最近不好 呵 你看我自己都赔一百多万 所以我就说919你要买 顶多买一次 啊 就这样子 我没有见你一直买 有没有 上次你台湾五十几 我不是叫你 小费啊 all in啊 呵呵 这是没有啊 因为五千多人真的还是难做 嗯 这叫大船 要不是有AI帮我 不然我跟他讲会集成了 上次这五千多人的时候就是 阳明从 两百多块跌到五十几块的时候 过程 好不好 五千人出大事了 都 早就 其实已经被人家到了啦 呵呵 所以你看啊 哦 开始开放预言演讲 你把时间先留下来 你妈妈如果要说母亲节 你说延后一个礼拜 或提早一个礼拜 记得五月十一号十二号就是不要 嗯 约跟人家约吃饭 除非是礼拜天晚上可以 嗯 十一十二就是 十一就是高雄台中 早上高雄台中 下午 台北 哦高雄台中应该整个爆 因为我只有 找五百多人的产地 哦 不够 不够 我分析师突然五十多个人就算大老师 我是五百多人不够 那台北厂我约两千人 哦 因为我那个产地就花了三几万 是的 天呐 三个小时就要三几万了 全台湾也只有我杂子起钱啊 好不好 哦 这跟大家讲哦 截图四月份发财力吗 哦 四月发财力要用发的啦 用发到时候再说啦 好不好 走得太好 面盘指标 不要这样讲 一时的 一时的 啊 你想要每天掌地板 对不起不要看我节目 你想要看最红 那为什么走得越红 最红 就像我讲的 你们大家回答我 舍舍是不是第一个讲豆腐 讲什么吃什么 豆腐啊 吃EDF 吃成分骨豆腐的 第一个 是啊 要干嘛吃饭 那王小姐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走不肯两天吧 对啊 你可以来台北啊 像1480嘛是不是 忘记了 那从哪里出发 你来回家三千多块 那个三千多块 一支名牌就好了 那个这个不勉强 这代表你还不够爱我 王小姐 回去爱你妈妈 我不勉强 因为很多人爱我 不勉强 因为我只有那个时间有好不好 因为很多人都是 都已经满了 来我那时候 第一个我来说这件事情哦 延后买 我现在好多好多 我觉得元大不会 不会砸自己招牌 我就不会延后买 你听懂吗 其实到时候会不会是说 很多人是砍色的 很多人关心一点 是到底是不是最后一天买 那最后一天怎么买 是不是投信卖 然后 然后 外资卖投信买 可能很多人关心这一点 我要再跟大家讲 那我就说了 那等事情发生再说 我不要乱预测 好 再妈一起发财 没有错 再妈一起看折折发财 来 这个不急了 这五月的地方 我只是跟你讲 先把时间 先跟大家讲 有没有 大家要不要记得一件事情 有没有 折是第一个讲有豆腐 说怎么吃一个有豆腐 有就讲说有 有 有 第一个有 第一个回答我好不好 折折反指标等等被截图 连底啪啪啪被折折打脸 没有错啊 之前很多人说反指标 最后笑死了 你记不记得 我台积电前阵子我还买 很多说折折400不买 500不买 然后 700才买 这些人都逻辑死掉 是啊 时间又不一样 不是乱七八糟 我300有没有买 我那时候还说三字头一定要买 不然你会后我一辈子 有没有 有 那我现在买赚钱的 我再出 我不能再买 卖掉我不能一辈子在碰台积电 我台积电现在还赚钱 你看有 有 你看有 有 这个东西好不好 折看瑞宜 好我们来看瑞宜 有 瞬间有讲折本那么多人 这不是公读生吧 所以公读生那我还真有钱 你还不来参加我会员 代表我 代表我会员很多啊 我养得起啊好不好 折折豆腐大人 谢谢你 所以我是全团第一个讲豆腐的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是引用折折的说法 豆腐之乱 吃更大 要找二私利 有别的分析在学 这个 没关系啦 反正叫做英雄折血店头 可是绝对我是第一个 所以我发明了非常多台词 比如说台股得了不会点的病 你看很多人老是讲 都在学我折折的 对 所以折折不红也难 那你要找一个有影响的一个分析师嘛 当然 是不是 可是这种东西物极必反太红也不行 所以现在要收敛一点点 400也买500也买台积电嘛对不对 是啊 这跟大家讲 求发台金谢谢 四季也可以吗 来 只管他940基金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 看他这样子 应该只有两天才大力买 成立要卖成分股 是不会这样做的 代表你看这样很多小白 都不了解ETF 其实ETF就是要放酒 好不好 这个没时间讲 我们来看一下5347 我们来讲股票了好不好 来 讲股票然后顺便来 等一下讲940成分股 这边点嘛对不对 你不要担心 我说过这个缺口会不会回补 我觉得回补的几率很低 那没必要拉这一根 现在就是豆腐之乱太热了 你看整整一个节目 我正常是大概1000多到2000多 现在是两倍耶 真的太多了 你去看东森 东森理财达安秀前进100% 最近都激生几万人啊 东森前进100% 平常是2万多 2万人啊 现在点阅率6、6、6、6是5万多啊 如果上集来看的话 理财达安秀 如果在那个航运股的时候也是十几20万啊 可是后来是7、8万人啊 现在变十几万人啊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看这些数据 这真的很变态 整个很恐怖 所有 比如说我们 头顾业的 所有老师的数据 或者我们内部某种数据 我每天都看 为什么看 因为我要了解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也是这种散户的指标 的方向性啊 行情有没有过热 在这个数据过 数据过 数据过 数据 比如说1000人的时候 2000人的时候 3000人的时候 怎么行销 都在我脑海里 所以为什么这么强 你自己说 我是不是 昨天凌晨12点多 1点多 又什么suno那个音乐 然后叫你去调那个音乐 很多的网址 很多网址跟你讲 然后说福利是要做这个东西 对啊 找那个影片出来 那个声音你觉得音乐好不好听 好听啊 真的有个好听 真的有个好听 你相信我那个可能会哄 那可能会哄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AI就是不死 因为它有过力的来源 不像以前网路泡沫 只有一个波接而已 对啊 然后网路泡沫 我只是取一个网址而已 就嗨爆了 你懂不懂 就开心要命 这不是 这是真的你会愿意花这个钱 你知道吗 它是真的有梦的 所以这个梦泡沫 不会那么快碎 你没有想象力 要不是AI 不然只是5000人大船 就沉默了 你懂不懂 你看这个豆腐大军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 是跟大家讲 来 一样 你看马上是叫我们 然后你看叫Lucy 叫这些 你看是不是这个图 欢迎截图 就是 939 940 哇 这图不错 这不错 豆腐 是不是 这画面多好 可以把我画面去掉 没关系 就这样不要 画面你看 93940你看 随便我一个意向 一个意境 他就把我写写出来 多钱 所以这个 你都不用担心 这些豆腐之乱 还有的 还有的乱 我例如说最乱的时候 到下礼拜一 到下礼拜 大概到礼拜二 礼拜三就会结束了 然后940就会拉起来 而且 其实现在940净值减少 你也不用担心啊 因为他有一些资金还没有 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进来啊 所以他最后一两天应该会拉 好不好 所以我刚才有讲的 我们助理刚才有讲的一些资料 来 现在几分 40 赶快 你看我们助理不是说 一分钟内就做完这个吗 今天最主要很明显是神机买 有 汉坛也没人买 对不对 他们不愿意追高 是不是 那很明显到目前为止谁要买 星相跟星普 他跟讲上柜还没那么快出来 没出来 一个是柜买中心 一个是交易所的 正交所的 这个都看不太出来 所以很明显只有神机 所以明天神机可能 还是有豆腐可以吃 可是我不能点太大力 点太大力又有人想要修理我们 太红就是这样 人红是非多 你听懂吗 懂了 可是没有关系 我怎么在吃豆腐之间 投信拔合之间 在你们之间 我怎么帮你们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只是该做的 所以只是做一件事 你们看到 我就说我不想要再买了 以后除了0050以外 还有可能高股息 就是除了0050以外 高股息一天最近我不碰 我碰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要专心做股票 这个股票原本上 这个ETF099我等出掉再买 我说过了 我不加码你就不要自己乱加码 你怎么买一次就好 OK吗 可是我这个没有一定跟你讲 他一定很容易赚钱 可是每一代我就告诉你 把定存解掉去买这个 我跟你讲三年后 我告诉你我对起良心 天地良心 你会爱我一辈子 好不好 因为三年内四年内 有可能这样吸到你 他有可能来个不小心的崩盘 四五年内你不要担心 他照说你看四五年内崩盘 你赚了每个月 每年除了赚10% 你可以再赚60%70% 多夸张啊 定存有办法1000万变2000万吗 你看你一辈子可能都等不到 对不对 对啊 可能要等四五十年 来 所以这世界也在跟大家讲 那我们来跟他讲花旱嘛 对 今天有点小跌 可是我想说热毛小红海 你不担心 那三五八三什么 星云 是不是今天又算新高了 是的 算最后跌了 就好像贵白走是死出 因为00919实在太弱势了 940明显的不愿意帮他 不让他吃豆腐 不让他吃豆腐 大家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那919我卖一押就会下来 没有卖一押就变能 所以能采能 我告诉你一件事 咖啡店我讲失误 会不会人几人先出去 我跟你讲失火 我再跟你讲说 这个是假的失火 你会照样跑出去 还是你会在里面等我 照样跑出去 什么 一样跑出去 我跟你讲失火 不是是假的 不是失火了 我讲错了 你还是先 为什么 你会先是什么 先跑再说 那什么时候回来 等确定没有失火再回来 再回来 现在就是失火了 你以为失火了 等没有失火的时候你们再回来 才会团情再上去 好不好 你看星云的一个简讯 来看一下 懂了 懂了吗 今天节目很精彩吗 嗯 所以你们要找最红的分析师 好不好 我找最红的其他分析师 也都很厉害啊 对啊 好不好 来 其他分析师我可以做品质保证 好来 是的 恭喜 3583新云 股价大涨超过4% 4% 再创历史高 已经大赚超过46% 手上十股 获利续包 这是今天的简讯 3月26号 对 所以大涨超过46% 今天简讯有没有看到 嗯 46%有没有找 没有啊 健准的有没有看到 来 健准也是喔 今天的简讯3月26号 恭喜2421 健准股价表现不错 收涨快3% 手上十股 抱好抱牢 手上十股 抱好抱牢 而且身族群最强的吗 抱起来 对 那之前很明显很多人不让我吃豆腐啊 可是你看这边吃的爆量 你这样看不出来 这样有爆量 这样有 很明显喔 有人在吃的喔 豆腐豆腐 是不是啊 3234现在还没有比较强喔 有没有看到 欸 3324啦 现在还没有比较强 坐头喔 有没有看到 所以股市就是涨根 你怎么克服你内心的恐惧 嗯 犯酒 ETF理论上犯酒就是赢 理论上 好不好 可是你的酒的定义 要跟我酒的定义 你不要不同 舍我放好酒 我翻三天了 你买隔天我受不了 那我告诉你 退出股市 你的ETF你都把它当股票完 成何体统 赚不了钱 那你就把姊姊节目 当做综艺节目来看就好了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可能比较开心一点 懂吗 懂了 真的希望大家能了解姊姊 那个刀子口 豆腐心啊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305成绩我想的 高股息ETF都有啊 他明天只能买 因为他有更多股力啊 我问你一件事哦 今天如果我今天00919 这几天增加200亿 假设啦 那他第一件是一定先买 准备要发股力的 对 那谁 成绩啊 对啊 所以这件规模还是会增加 跌的过程中你想喔 今天我是跌啦 网络上一带论人说 919他要加码啦 是不是 有刚才有看到文章嘛 BTD的文章 那这些是不是又变 那这些加码的钱怎么样 还是买到嘛 940不让919吃豆腐 不让939吃豆腐 那没有关系啊 可是还是有些人会买919啊 还是会买939啊 那些还是会拉高股票啊 你那懂吗 懂 这我跟大家讲的 我都一切预告在前面 你看一件事啦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波动很大 有没有觉得 有 来看泽泽神预测 这就是为什么泽泽讲 吃豆腐大家 我会红 我最会创造台词 2024年台股大趋势 我是在1月还是12月底 12月底的时候讲这四大趋势 是 今年会不会降息 有 会 就是要降息啊 降息 然后就是要美美债 美债区的 美债算的比1T不多啊 没错 外资有没有回流 有啊 你不要看他又在卖 最近在卖想吃豆腐而已啊 那最后呢股市怎样 波动大 有够大 今天420点上下 今天420点 动辄就这样子 创新高给你拉回 创新高给你拉回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真的是良药苦口啊 真的 好不好 刀子口豆腐心啊 好不好 真的都跟你讲这些东西好不好 慢慢的慢慢的来看可不可以赚到钱 好 2356音乐打这个我做游戏会员有 那你现在就不要追嘛 是不是 一些股票 豆腐之乱没有关系 你先回去想想看 是不是你去搜寻那个Suno的音乐 你去搜寻我这个图片 你会发现到什么 来 你会发现到真的 真的这些获利的趋势 是有的 获利来源是有的 来源来自于你 来自于我们的订阅 而且这些企业 其实像华尔街的分析师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我先讲你去查 因为这些买AI设备 花最多钱的 不是没有钱的公司 而是有钱的Google Google Google只把他赚的钱拿出来 砸一些钱 Meta把他赚的钱拿出来砸一些钱 所以这是什么 绝地七爵士 就是Meta Google 苹果他们砸不起啊 你看研发苹果 研发车子失败了 花了几百亿几千亿的 有坑一生吗 没有 MicroLED 那个也有研发十几年了 发现不行啦 这个是一个前坑啦 有坑一生吗 有影响EPS吗 影响不多啊 不是没有 就是坑也没坑一生啦 所以他们砸起 砸起人去砸AI 居然砸起的AI 挥达不死 台积电不死 台积国家的股价就会拉起来 豆腐之乱 乱的只是你的内心 可是如果你是老生入定 你就每一天都有热腾腾的豆腐 臭豆腐也好 豆腐滷汁也好 通通可以吃可以喝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分析师 想清楚想明白 赶快来参加我行列 因为今天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绩效不错 见准嘛 也要拉起来了 是不是 还有呢 星云 星云也创一个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赚46%还没走 没错 见准也不错 而且最强的以后 我说什么股票 豆腐之乱里面最强的我从头到尾 你看所有那些分析师 那时候豆腐之乱 他要学我 有些人要学我 有些人是英雄紫团 可是他都不会告诉你 购买战术 在外流通股数比 很多人说看成交量 那没有关系 但英雄紫团有些不同 可是 你有发现我这个数据最准 是 十大成分股里面谁最强 神机最强 还画猩猩呢 神机最强 那你看十大成分股里面 你自己看 你看中美金看下去 刚才有人说要讲瑞宜 来来 瑞宜 这些股票豆腐之乱 等到他散市后会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瑞宜我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特别的印象 是之前929的时候被验他 这些豆腐之乱 所以他散市的时候 最后两天三天 我觉得 元大还是用力买 丢货 我认为他买 他拉高净值的几率是很高 我认为他会用力的 把净值拉到10元以上 这个信不信由你 我们可以wait and see 好不好 所以瑞宜在这个趋势 来看得清楚 非常明显 我是说很多股票到时候 吃完这个豆腐渣 吃完这豆腐以后 就有机会散去 而最强的股票 你看从头到尾 你有没有看到 我是只吃谁豆腐 我最纯 我最想吃的 我除了有吃中美金豆腐 还有神机豆腐 可是我吃的神机豆腐 吃的最大力 最大力的 因为最有基本面 而且最有筹码面 股票涨很简单 有人买 就会赚钱了 所以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ETF之乱 其实接下来是告诉你 ETF豆腐之乱 是告诉你 接下来会更多人买ETF 台股有源源不绝 我最近看那个新闻 刚好前阵子 我去看法拉利的时候 都不太理我 法拉利 他说法拉利销量很大 一年增加30% 从一年升到1300台 台湾人有钱太多 那有钱太多怎么办 钱不保值 你除了买奢侈品 以外要买什么 买ETF 所以台湾股市 源源不绝的动力 让股市推升 你信不信用 也如果相信我的话 史上最大高潮 最大的高点 今天2030397点 对不对 在这边突破力的新高 你要参加我韩脸 你不要看到行情 好像开高走低 你就是替自己 不赚钱找理由 想清楚 欢迎来人下去 080668085 或加入LINE 私信我 告诉我你的需求 台湾第一个讲要吃豆腐的 造成ETF豆腐之热潮的 就是哲哲之我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 你要不要找最好的分析世界 预祝各位能够 赚大钱 欠贵 台股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的资金会注入进来 但是有哪些标股你要掌握的呢 电话赶紧拨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A178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S178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J通通假冒 最后是赞的帐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